好,那话不多说,马上呢,欢迎的就是第一位登场,他就是编号C7,李新闻,来自南朝中学,听说,他是呢,全部参赛者之中的开心果,有他这个地方是不会冷场,哎,不怕今天选项的歌曲呢,像抒情的本地歌手,Ming Bridgers带来的歌曲,先看看个人档案,alright 我是李新闻,今年15岁,来自南朝中学 古灵精怪的新闻是学校里的搞怪高手,活泼爱闹的他,却对华乐情有独争 古典优美的华乐,带给他充沛的能量,在演绎流行歌曲时,注入细腻的情感元素,让他在舞台上散发独特的魅力 充满磁性的嗓音是我最大的特色,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小时候每当雨滴太大 总会奔向阿玛说我怕 小小养儿要回家 阿玛用沙哑 得个声红我入面再紧紧的双甲 不愿说同年是个声红她 想看指甲鸭穿越离吧 小小养儿要离家 我独自到达去看他们说的动物与犯华 当泪水若雨下 好想天就快夸 我想要感觉 我独自到达去看他们说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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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 一点也不复杂 但也许我余傻 好想见就快挂 我还有情人还有朋友 算什么缺乏 也许我余傻 往前都如不花 才想到当年阿玛说的话 第一刻步伐 这就是长大 谢谢欣文带来那么好听的歌曲 本日歌手 内落很下耶 是否把外面的毛毛细雨 都带到摄影棚里面来了 真的 所以你衣服又湿了是吗 对 又感动到了 你觉得一直在湿是吗 如果感动到我不是重点 重点是老师听了有没有感动到 满分10分 好 重庆老师给的是 是 8分 小韩老师给的是 7.2分 其余老师给的是 6.8分 欣文的总分是 22分 相当高的成绩 是 不过我跟你讲 这首歌曲呢 原创者作词人就是小韩老师 小韩老师 一定要问一下 对 刚刚欣文有没有唱出你歌词要表达出的感觉呢 我觉得第二部分比较有 前面它似乎有一点就是 挣扎着要记起歌词的感觉 我觉得说这是选唱 我们作品的一个压力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今天给的分数没有特别的高 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韵角是一个阿字韵 如果你的咬字非常的洋腔洋调 那整首歌就会显得比较硬 所以它的那个柔软度就失去掉了 所以我觉得那一方面可能可以加强 对 就是韵角的部分 那重庆给很高分 柔形式随吧 像雨一样 对对对 重庆给到8分 是有感动到你吗 你的毛刚有站起来吗 其实我很喜欢它的音色 是 然后它在唱这首歌的那个台风呢 我也非常喜欢 就很自然 然后一举手一头组 让我觉得看了之后呢 非常的清新 我很喜欢 了解 谢谢 那如果说呢 想用行动支持新闻的话呢 可以拨打1900-112-1207 或者是放简讯C7-14607-1199 那就是这什么柔软的东西 那么这种柔软的东西